2020年12月27日,地球母亲盖亚,欢迎回到新星盖亚之家,传导Linded Eileen。 问候,我是盖亚,我是吉安娜,欢迎,亲爱的姨们,天使们,混种人们,星际种子们和地球守护者们,我欢迎你们,新的你们就是真实的你们,你们一直以来都是无限和不可磨灭的,我以姐妹,兄弟,母亲,大天使的身份来到你们面前,新的你们的出现和重生就是真理,力量,美丽, 你们的身份的确定一直都是跨维度多维度存在,融合,平衡,有意为之。 当我转变为这种行星意识时,我最初邀请了你们每个人,并在你们认为无限的这一瞬间,邀请你们与我一起进入荣耀中,进入创造的美丽中,进入社区的和蔼中。 你们假设的这种形态中,物理性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形式,与我的行星形态相比,它相当小,不是吗? 但是不要紧,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充满能量的人,每个人都是发电机,每个人都是发射器,每个人都是毛,以上所有这些,都是爱。 你们每个人都是强大的造物主,就像我一样。 是的,这个星球本来是要成为一个爱的星球的,但是,光知天使们,它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一个创造的星球,会是一个新的星球,会是一个原始的星球。 这个计划还没被揭露的部分,是我们对母亲做出的承诺,也是对每个人所做出的承诺。 亲爱的义们,不要以为我没有认识到你们的广度和你们可能之所示,是的,我能认识到你们每一个人。 你们已经声明了自己,特别是在这次化身中,你们成为了我的盟友和你们的星际大家庭的盟友,你们成为了现在躲藏了起来但会再次出现并加入社区和创造的王国的盟友,这是一个和平的星球,而这就是正在诞生的东西,也就是你们正在创造的东西。 是的,两者都是,是的,与我同在,也与星系,宇宙,多重宇宙,全能宇宙同在,不存在分离,现在,你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了束缚和冻结,现在,当你们拥抱并打开自己的存在时,这不仅是对你们的内心敞开,而且也是对你们真正参与其中的敞开,而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围堵,这个或那个时间线, 这个或那个面向的敞开,但是总体而言,你们都和我一起进入了12维度的领域,进入了144个级别的领域,进入了8度因的领域,你们加入我并不是因为存在任何程度的强制性或控制,甚至你们可能会认为这是需要的,因为对于人类而言,安全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安全并不是我们倾向于去非常关注的东西,因此,你们对我们,以及我们对你们,做的都是诞生、更新和扩展。 当我说你们回到了最初的诺言时,事实上就是这样的,那是在一的神圣的允许,接受和赞美中,但是你们也在扩展,你们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意愿,渴望和你们已经准备好使用这些工具了, 手中的能量不会在幻象中被卡住,降维、冻结、孤立和分离,幻象是人类,是的,大部分的人类所构造出来的,结束了,完成了,是的,恢复了,是的,重建了, 全能宇宙的每个角落都在为你们提供帮助,准备,学习,等待,渴望的时间到了,因此,我,作为你们的行星姐妹,我带着爱欢迎你们,你们全部人都是新星盖亚人,是独特而美丽的个体,就像你们之所是一样的强大, 我欢迎你们来到新星地球,自由吧,解放吧,到新的领域和存在循环里去,我欢迎你们回家,我正在帮助你们,再会